淑慧从本来在港湖的初选里面 结束掉之后 其实你从第三方的角度去看 现在李艳秀对上高嘉宇 你觉得国民党在这一席 如果希望能够拿回来的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艳秀姐 我想放轻松 因为大家知道高委员的风格就是放飞自己 那就是这样 当你遇到一个放飞自己的人 你认真你就输了 放轻松 心情 言情要放轻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一定要去检验高嘉宇委员过去的诸多争议 因为他的争议其实都不是小争议 不是他个人怎么样 爱唱歌什么 爱唱歌都是小事 唱着没有人记得他做什么也没关系 重点是他在很多公共领域上面 他是有必须要去检验的 譬如说像我昨天脸书写到说 高嘉宇不断的 谁叫他不断要来惹我 我就说奉劝高委员不要再来惹我了 你的对手不是我 他不断的说我是被瞧掉的 我就说要完美去表现 乔治这个人就是高嘉宇 你靠瞧 瞧到多少事情 瞧到多少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燕秀姐 必须要去检验高嘉宇的地方 勇敢的去检验 因为他是现任者你是挑战者 对然后选举的手法要更灵活 然后姿态要更轻松 尤其是我敢说内虎南港30岁到40岁的人 几乎一半以上 我讲一半都是太客气了 大概六七成只认得高嘉宇 你们走在路上 就是这个知名度上面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我们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可能是传统的 政治新闻 我们怎么会出现在政治新闻 但是高嘉宇会出现在娱乐新闻 娱乐版 对这个就差很多 这个知名度会有差 对我自己到学校去 我会去学校跑校庆园游会 那小学生的爸爸妈妈都大概是30到40岁 当我们走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大家唯一有反应认得的人 就是高嘉宇 那这个部分的选票 其实过去四年 也一直是我很努力经营的 因为我知道国民党劝这一块 那你要打赢高嘉宇 你也要经营这一块 那这个部分是我会给燕秀姐建议 就是传统组织票 它已经很强了 我觉得可以稍微把心力 挪到40岁以下或45岁以下的 不用一直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赚 这样子赚来赚去的票是很难成长的 所以确实李彦秀占高嘉宇 其实这一席我觉得国民党也很有机会能够拿回来 但是这个选战的节奏要怎么打 以及总统大选的风向 我觉得占得很重要 我觉得在总统大选里面 大概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候选人本身 候选人本身大概就占了一半了 那政党也是占了大概可能快一半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一半 对那剩下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第一个重要的立委名单 就区域立委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媒体会关心的区域 比方说像台北市的立委名单是什么样的 它会影响到全国 因为台北市媒体的中心 所以他会报比如说 这个李燕秀 高嘉宇啊 然后这个徐晓信啊 然后张思刚 吴思瑶等等 他可能会报这些区域报的比较多 所以这些区域打的怎么样 也会某种程度影响到一点点 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果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不分区名单 不分区名单立次 就是如果你的名单不漂亮 那总统候选人掉最多可以掉到5% 这个是几个我觉得重要的是 那最后就是在选战过程当中 攻防的议题 最后就是这一块 这个我这一次有跟黄旅主委聊 也聊到说 这次北市立委的这个选情 麦克风有没有出事 我把东西弄掉了 我觉得这次是国民党非常好的 一次打团体战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到民进党已经有几个人出炉了 高嘉宇 许淑华 吴思瑶 这些大概是确定的 不好意思 光这三个女生 他们都不好 他们都很难在一起打選局 你想要重要他们三个就超不合 对 光是这三个 而且三个里面两个是新潮流 还不合 对光是这三个他们就不好 然后现在跑出一个和字 那个王世坚出来 那王世坚我就不知道他跟哪一个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很难去打连线作战 就算站在一起也是面和心不合 王世坚本来应该要跟高嘉宇好 最近好像也怪怪的 最近也不对了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跟阿国有关 跟英系有关 因为英系是最讨厌高嘉宇的人 所以民进党这一次 然后更不要说中正万华还不知道是谁 然后宏威对上了第二选区 也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 宏威是第三才第一 而且宏威委员他这个选区非常有趣 就是我的选区的议员张茂南议员 那他其实在我们地方非常资深 然后呢他上一届就不选交棒了 那他就是希望说未来有机会 他是做民进党台北市长部主委 未来有机会他可以去参加 这个北松山跟中山区的立委选举 那但他不选也没有参加 就是吴亦农去嘛 可是吴亦农选输了 他也宣布他不选了 那当然这个张茂南他就主动请英说 既然吴亦农不选的话 那我是台北市长部主委 然后我又这么自称 我又是在地的 也目前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人选的话 那不如让我来吧 据说直接被民进党中央圈退 然后那你觉得人家心情是怎样 那他也是英系的 然后现在掌管这个民进党的是 赖清德新潮流的 所以哇新潮流跟英系之间的这个角力 其实民进党的不团结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 所以年底的台北市选情 有可能是两个新潮流的对决 一个是许晓星的新潮流 一个是民进党的新潮流 有可能 但我们绝对会是团结的 因为大家刚刚看到那几个 民进党那女都是各打各的 通常民进党是团结很难打 各打各的没那么难打 那国民党是就分开了都会被民进党各个击破 所以我们也只能打团体战 可是过去国民党最不擅长就是打团体战 传统型的国民党的这些 因为它都是组织型的 我自己照顾我的 我这个地方都是我的亲情五十 我怎么去跟别区联合 他也不觉得看记者会重要 我情跑机诊 我条个小条就好了 装脚顾好就好了 他们殊不知说空军是整个媒体的走向 议题的这个风向 所以这次台北市市党部目前的提名 我觉得一定是可以让台北市的立委国民党 打出一个风潮出来 这样当然也是 当然不管是佩军或是罗志强好了 也都是我们一挂的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我们年底 这场选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当媒体聚焦在两个选举战场 一个是总统 一个可能就是北市的立委选举 每一区都在开打 但是我们又可以连线作战 那这样子下来 我觉得对总统大选是有拉抬的作用 所以我就跟黄旅主委讲说 你的整个布局除了各区 你要找到最好的人 他们的同质性 他们的步骤 最好是可以打团体上打一个形象牌的 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民进党的气势 整个在台北市压到最低点 是而且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总统候选人 因为总统候选人他整个风向 像很多比如说在全台湾的这种摇摆选区好了 总统候选人如果打得起来 风向吹起来的话 那那些摇摆选区呢 这个头过身就过 其实说真的哦 士林大同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的总统选战打得好的话 也对士林大同的选战有很大的加分